沒事…忍住兄弟,慢慢來 拿一條毛巾給我 沒事… 老闆,有沒有東西可以下跌他的腳? 忍住兄弟,沒事吧 下跌他的腳,現在忍痛 慢慢來…沒事… 幫我報警 忍住兄弟,按指指血 沒事 走著,走著走著 你跟著我的話做 輕輕動一動,向上動 再動一次 摸著你,知道嗎? 知道 好,神經事務沒問題,兄弟 聽我說,吸氣 吸,看著我…別躲著眼 放鬆點吸氣,再放鬆點… 你雙手其實不應該拿螺絲批 應該拿手術刀 甚麼? 大家這麼多年街坊 坦白跟你說 有醫生你不做就來做車房 如果換算是我的兒子 我就想醒他 你看看我那些腦操 做幾十年車房 那個伙計有事都不知道怎麼搞 你又不一樣,兩三十手術就搞定了 如果在醫院,不知道救了多少人命 你們做車房一天做二十輛車,好嗎? 有用嗎? 你們的年輕人真的不知道怎麼想 現在呼吸困難,右邊口口痛 SBO2跌到八十 現在繼續跌 就說這種聲音 又是這麼性氣,好嗎? 又是這樣?怎麼辦? 師位叫凡醫生 我幫你按照車,六十輛 喂? 遲醫生,媽媽怎麼樣? 你媽媽剛才心跳很低 有心理危險 我們幫她打拳心針 現在情況穩定一點 你媽媽的情況比我們預期更差 病情更惡化得很快 你要有心理準備 應該是這幾天 謝謝 媽媽,你知不知道 我只敢插支針 幫病人放棄 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做個好醫生 你也要快點康復 你太多畢業了 媽媽 今天不行嗎?不行 不行 楊聰,你打算穿成這樣去宣誓嗎? 這麼隨便嗎? 拜託你吧 就把我的衣服穿上去 然後穿上一雙皮鞋 我平時也是這樣 又不見人投訴? 大哥,宣誓完就去醫院開工 難道他們倆這樣嗎? 宣誓做保安嗎? 怎麼會 你真是不行 宣誓之後 你就正式的醫生來了 你尊重一下場合 尊重一下自己可不可以? 小女兒說你不懂 小女兒,我尊重病人就可以了 不夠的 這女人對她的衣服很講究 算了吧 好難不如你去鬥,別管他們 明太子,你當然是 宣誓完之後就可以閃人 兄弟,這件事我都不支持你 對了,你的車房搞得怎麼樣? Andy… 明天打算一起打身太宣誓 知道你沒心情沒時間了 我幫你買賣 謝謝 恭喜你順利過關 明天我們一起宣誓之後 就正式成為醫生了 到時候你拿一張照片給媽媽看 她一定很開心 前醫生說媽媽的情況很差 可能這兩天就會… 我回來換衣服就回去陪她 我知道大家有心,收到了 好嗎 小姐 Windy 好嗎 寶寶 你真奇怪 這麼早就來看我了 媽媽,你沒事吧 媽媽沒事 你穿得這麼帥 去哪裡 我待會就去宣誓了 我終於做到一個正式醫生了,媽媽 真的 媽媽…媽媽都說你是帥 你真的可以做到醫生 對,你很喜歡吃茶果 媽媽,請給你吃茶果 替你慶祝一下 好 記得,你拿一張正式法 給媽媽看 我一定會 媽媽,你放心 給我看 乖 你快點去,不要遲到 你等我吧,媽媽 再見 小姐,媽媽回來了 我會照顧她的 謝謝 謝謝 媽媽 怎麼樣?要喝杯水嗎? 讓你濕一下喉嚨 不用 謝謝小姐 不用 小姐 滴滴姐 我可以做到醫生了 是啊… 小姐 你… 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什麼事? 我呢… 我呢… 想你去我家裡 我房裡邊那個櫃 有套衣 有些小小的花仔 你給我拿來 還有… 在廳那裡 那櫃呢… 有個相簿 你揭起我第一張照 認得挺好的 可不可以給我拿過來 媽媽 這個時候你就休息一下 不要說那麼多話 趁我還有口氣 我想交代清楚的事 你不用替我難過 一個人 出生的時候 就坐BB車 小孩子 就坐單車 大了 就坐私家車 老了 再免不免 坐白車 到最後那一程 就坐黑上車 每個人都知道 有雙腳一生 那一日 媽媽,我真的沒有鬼肉 我還要你來安慰我 沒事的… 我只是想… 守得好好的 麻煩你 幫我這個忙 行,你不用擔心 我現在真的幫你拿東西過來 你先休息一下 我還是死掉 我心想不到你 會說我的運氣 我會偶爾 我還是有辛請 我會回家 我會想不到你 這個時候 我會找到你 我會想不到你 我會ホタins 你這次想不到妳 我會想不到你 我會想不到你 我已經想不到你 TVB精彩节目片段会在TVB USA官方频道每日更新 未订阅的你就快点订阅啦 记得按下方的小铃铛就会准时收到频道的最新资讯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